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喊了一声 袁志冲啊 只听见两声枪响后 阿全掉进了河里 正片开始 琳兰男子高等学校 哪哪都脏乱差 这时候我们的主角 袁志正叼着烟 站在门口发呆 袁志是一个梦想成为琳兰顶点的男人 他跳上了琳兰志高点 划掉了本篇另一主角大雄的名字 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后就满意的去上学了 这边新深入学会上 老师正讲着话呢 突然上来一小子就把老师一脚踹飞 并且站在台上 就叫嚣说 自己是要成为琳兰顶点的男人 刚说完就有个爆炸头不服系啊 随后两人的争斗很快变成了整个学校的群战 校长在一旁唯有泪千行 这时操场有个黑社会大哥 在喊着大雄出来 没讲几句话呢 就被手下派去买饮料了 画面的另一边大雄和小白刚从医院出来 大雄由于不会开摩托车 就与警察撞车了 画面转到操场 袁志已经把黑社会干趴下了 大雄也与袁志第一次正式见面了 男人与男人之间的战争 有时候只需要一个眼神就能体会了 袁志在酒吧奔完堤后回家 对父亲承诺 自己一定会拿下琳兰证明自己 老父亲在背后偷偷乐开了花 第二天 大雄发现了袁志干的好事 与袁志正面杠了起来 袁志曾经的老同学小白连忙劝架说 你要是想跟大雄打 就先打赢他的徒弟小田 袁志于是去寻找了小田 这时阿全找上门 想为小弟报仇 结果自然就被袁志KO了 晚上两人也是不打不相识的 就相约去蹦迪 阿全教袁志如何做一个老大 袁志受益匪浅 袁志开始实施计划 他一个一个的奏飞了每个班上的老大 奏完后酷酷的说 你们都是我的手下败将 从此以后都得听我的 效果很显著 袁志的名声很快就传开了 阿全继续给袁志提供林兰的内部战况 在阿全的领导下 袁志拿下了一个关键人物 早谢南 袁志的军队越来越壮大 却遭到了金发男的暗算 但通常主角都是血后的 金发男被袁志不服输的精神打动了 于是心甘情愿地 沉浮在了袁志脚下 阿全偷偷来到学校 看到袁志的军队非常欣慰 这天金发男遭到了暗算 被揍得依稀可变出人形 袁志心疼啊 自己的兄弟被人打成这样 于是断定是大雄下的毒手 但在早谢南的劝说下 忍了这口气 晚上大雄与袁志在酒吧相遇 差点打起来的时候 小白犯病进了医院 后来在大雄手下 贱男的计划下 成功地挑起了大雄和袁志的战争 第二天下午 林兰开战了 战争可谓是如火如荼呀 可惜大雄的拳头 再厉害也敌不过袁志的血后 终于袁志胜利了 但是及时打败了大雄 袁志也觉得不够 他找到了小田决斗 结果当然是战武渣啊 这是一部热血沸腾的电影 男人之间的浪漫 果然还是拳头与拳头的硬碰呀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敬不散